前一秒跟你幸福满满 而后面呢又会因为没有安全感 突然有点冷掉 跟他谈恋爱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 忽冷忽热 这样的不确定性 也会让你觉得 啊 谈这个恋爱好刺激呀 你有订阅牛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哦 每天都像在冒险 跟哪些星座谈恋爱 每天都很刺激呢 射手座 说到喜欢冒险呢 首当其冲就是射手咯 射手可能觉得说 蛤 什么 又是我中枪 我到底做了什么 哈哈 冒险这件事情 可不是一般人能够达到的哦 多少星座像是金牛啊巨蟹啊 听到冒险就冒冷汗 所谓冒险啊 你要有想法 有胆识 敢承担 还要怂恿旁边的人跟你一起玩 他就是一个技术性很高的嗨咖 这个非射手莫属哦 跟射手谈恋爱脑力要好 情商也要好 射手喜欢上一个人呢 心思会变得很单纯 他只想要对你好 想让你觉得有他在 每天都能活力充满 而且恋爱这件事情呢 射手的动力是很强的哦 只要他爱上了工作也可以因为恋爱变得很卖力 笑话也可以因为恋爱变得很好笑 感情也愿意谈得高调 只是这样呢 对你来说那就刺激咯 因为他们不怕放闪 不怕别人看到他们幸福 比如说当你抱怨他不愿意介绍朋友给你认识的时候 他会说好了好了好了 我马上请一群人来给你认识好不好 然后 讯息里面开始顺便附上你们的甜蜜合照 这样简单易懂的炫耀 会害你下次抱怨的时候 是不是小心一点 免得有更刺激的事情发生 你也会默默的觉得这个射手 还蛮可爱的嘛 跟着射手恋爱冒险的特质 高调放闪够刺激 巨蝎座 巨蝎座是外温而内骚的星座 第一把脚椅 跟巨蝎谈恋爱呢 除了温馨温暖 他的热情一旦发动 哇就会是让你小鹿乱撞的节奏啦 巨蝎虽然喜欢窝在自己的小天地 什么都不想管 但是也就是因为平常生活太规律太稳定了 巨蝎反而喜欢情情上的冒险喔 说直接一点 恋爱中的巨蝎兴是高涨 虽然来个格雷的五十道阴影 这样的刺激几率是不是很高啦 但是也是不遑多让的 让你脸红心跳喔 巨蝎也喜欢想东想西的 前一秒跟你幸福满满 而后面呢又会因为没有安全感 突然有点冷掉 跟他谈恋爱就像在坐云霄飞车一样 忽冷忽热 这样的不确定性 也会让你觉得啊 谈这个恋爱好刺激呀 不过啊这样的 互上互下的情绪波动呢 虽然看起来跟穷瑶巨一样的刺激又精彩 但是啊毕竟我们是在生活嘛 少来一点比较好 巨蝎呢也是懂得这样的道理的喔 所以他会给你打一点预防针 比如说先收买你的胃 照顾你的人 让你觉得你的生活里面 处处都是他的影子 好像你就离不开他一样 这真的是太高招了 跟着巨蝎座恋爱冒险的特质 相情相悦偶像剧登场 天平座啊 天平座呢平常就有很多事情可以玩喔 他们喜欢过节 制造浪漫和惊喜感 对于正在恋爱的恋人们呢 天平恋人根本就是模范生啊 我们妞新闻的其中一位企划 就是天平座 他很会召集身边的好朋友们 一起办各种的party 像今年呢 他就给男友办了一场游艇party 哇太厉害了 把男友的好朋友们都请来为他过生日 要是我是他的男朋友 一定觉得这个女朋友谈恋爱 实在是太幸福了 这不刺激还要做什么呢 所以天平座的女朋友 我觉得你可以多去看看喔 我还认识一位天平男 天平女和天平男差蛮多的 这一位天平男啊 他不是那种大浪漫 他会给女友制造 心里好波心的那种浪漫喔 比如说像生日送花啊 在家里做复杂的生日大餐 那是他的基本款 他还会送上他自己亲手制作的生日卡片 真的是年满满血满满的喔 还会附赠专属的男友按摩卡片 真的是好有心喔 所以这种情趣啊 只有他们天平男经营感情的时候 可以拿得出来喔 天平就是闲不下来 像是谈恋爱啊 越爱鬼点子越多 常常会换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情绪 为的就是表达他们心里的爱了 爱上天平 不仅能够获得男神女神一美 还能享受到恋爱最幸福的一面 真是让人羡慕啊 跟着天平做恋爱冒险的特质 恭喜请去泱泱来 恋爱这件事情呢 本来就是荷尔蒙作祟在先 感情经营在后 如果前面任由我们身体的化学反应 去谈恋爱呢 大家也知道的 甜蜜期之后就是磨合期 真的是让人先甜后苦 怒嘞嘞嘞嘞嘞 但是如果你知道在爱情里面 可以适时的冒一点血 但是又不危险 那么你不仅是恋爱高手 你还可以获得一份 值得经营的爱情哦 祝你幸福了 我们下集见 拜拜